火车进站 通勤族旅客陆续上车 台铁是台湾重要的大众运输工具 2024元旦公司化后 动涨28年的票价 台铁局长杜维说 最快下半年会调涨 但是遭台铁局否认 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具体计划 只是一旦调涨票价 民众能接受吗 应该渐进式调整吧 如果说你一次调整那么高 对和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一直在亏损也不是办法 因为你连1200都可以降成这样 但是问题是1200 那还是政府在拨钱啊 可是公司化了 难道政府要不断的继续拨钱吗 对啊 适度的调涨 我觉得是合理的 事实上票价长年动涨 造成台铁严重亏损 可以看到上一次调涨票价 是在1995年9月 至今已经动涨了快30年 但消费者物价指数 当年是80.46 到了2023年11月 已经达到了106.63 涨幅超过三成 随着人事物价不断上升 票价问题也浮上台面 台铁票价已经动涨了28年 虽然目前没有调整票价的一个具体计划 但根据台铁先前研议的方案 若采最低的报酬率1%的版本 区间车涨27%最多 自强号则涨11% 从台北到高雄的票价恐要价近千元 根据台铁113年度预算书 预计全年亏损74.72亿元 相较112年度的46.73亿元 亏损增幅超过六成 连年亏损下 运价长期无法反映实际成本 营运资金严重短缺 中华民国运输学会理事长邱玉君就表示 平均每多1%的报酬率票价约会再涨一成 不过根据铁路运价率公式设定 合理的报酬率是3%到5% 也就是票价至少要调涨六成 因此建议台铁降低报酬率或分段调涨 如果是按照费率公式 就是它的运价率公式 法令的规定是3%到5% 也就是最低应该要有3% 但是因为台铁已经28年没涨 它的成本如果相对于 上一次调整的84年的计算 它成本增加了80几% 所以如果你按照成本成长的比例 它一次要调出80几% 我觉得那是没有 民众也不可能可以接受 我觉得如果要涨也是阶段性的涨 如果有一个1%的合理报酬 就多40亿 我觉得台铁就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 对它一定有帮助 大概三四几年票价都没有调整 我常常用一个例子 就是台北到板桥 台北到板桥台铁现在只要14块 捷运要20块 你如果说公司搞不到两段票 还要30块 相对来讲台铁的票价太低了 他成立公司以后 他财务必须自足 但是核定多少票价 我们还要看交通部的态度 学者一致认为 合理的票价是维持正常营运的重要关键 而完全公司化后 也势必要拓展裁员 只是台铁工会就担心 公司化后 员工权益会受影响 以及薪资 人才外流等问题 恐怕会更严重 我个人会建议说未来 在公司化的过程中 营运如果非常有绩效 应该让员工的薪资 绩效奖金 都应该要对应调整提高 这样才合理 也才能够招募比较适合的 优秀的人才加入台铁 台铁负债庞大 截至去年负债高达近4000亿元 台铁公司化后 势必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家百年老店才能永续经营下去 TVBS新闻 黄关伟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S新闻网均